男人从昏迷中醒来 头痛欲裂的他刚一转头 便看到了一旁的死老鼠 像金库一样密不透风的房间内空无一人 只有一个密闭的金属闸门 以及一个上了锁的柜子 起初他以为这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 可当他拿出手机试图与外界联系时 却发现这里根本没有信号 而自言自语的他也很快失去了耐心 开始谩骂甚至猛踹柜子 随着第一天过去 逐渐失去体力的他终于安静了下来 死去的老鼠开始长驱 男人也在极端干渴下喝下了自己的尿液 而在拿灯管出气时 他竟然在摇晃的灯管内看到了一把钥匙 于是他随即打掉了灯管 并用钥匙打开了一旁的铁柜 柜子中不仅有两罐气体 还放着一些必要的工具 在敲打了墙上的闸门后 他决定用组装起来的电焊设备烧门 焊枪燃起的火焰很快让他重拾了信心 他随即用火焰点燃烟火警报器 试图获得直接的水源 但他很快发现 这个警报器毫无用处 于是他只能将焊枪对准了大门 可大门牢不可破 焊枪根本无法起到作用 而缺水加上饥饿的感觉 也让他再次感到了沮丧 沮丧随后又带来了极端的愤怒 他将一旁的柜子推倒 并开始疯狂地发泄 可累倒在一旁的他很快发现 柜子后竟然有一个小洞 于是他拿起锤子和枣子开始凿动 试图挖出一条逃生的通道 而随着室内氧气的减少 他便吸食了铁罐中的纯氧 纯氧让男人险些昏厥 但强烈的求生欲 还是让他很快关闭了不断漏气的阀门 而他想要继续活下去 就必须解决饥饿的困扰 看着一旁已经身躯的老鼠 为了生存的他便捡起地上 蠕动的营躯吞了下去 忍住了内心作呕的欲望 男人又开始艰难地继续工作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 凿出了口子越来越大 里面也露出了钢筋 男人健壮便使用焊枪将钢筋切断 随着光亮透过 看到希望的男人越来越激动 而在挖穿了整堵墙后 他立刻刨开碎石块 努力地钻了过去 可让男人震惊的是 墙对面的房间 竟然与他所处的房间并无二致 这样的结果让男人急进崩溃 他疯狂地撞击了铁门后 开始环视房间内的情况 而角落里的红木棺材 以及翻倒的座灯 都让男人觉得十分诡异 为了避免意外的发生 他拉开了屋顶上的金属灯绳 并拿着爪子慢慢靠近了棺材 可随着盖子缓缓打开 男人发现棺材里竟然躺着一个女人 而这个女人也很快在他的呼唤下惊醒 受到惊吓的男人本想与女人沟通 但由于语言不通 他们很快便产生了误会 女人惊恐地逃到了男人原本的房间 男人见状则顺时躺在棺材里酣睡了一夜 可他很快便被绝望的女人叫了起来 并在女人的催促下继续凿墙 而对于幼稽幼渴的男人来说 他已经没有力气再继续工作 再加上他的双手已被磨破 他便想让女人自己动手 可女人却认为男人是在消极代工 他甚至指责男人没有担当 而男人则很快失去了耐心 他随即丢下了枣子和锤子 然后靠在一旁休息 与人见状只能拿起工具自己尝试 可在凿了一会儿后他发现 枣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此时他感觉尿液来袭 于是他立刻跑到另一个房间内小姐 但他很快便遭到了男人的阻止 并被吓得躲在了墙角 虽然无法用语言沟通 但通过肢体的动作 女人逐渐理解了男人的意思 原来对于三天都滴水未尽的男人来说 任何水源都是他继续活下去的希望 于是在他的怒吼声中 女人将尿液尿进了他的鞋里 男人此时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心理障碍 他自然地喝下了鞋内的尿液 虽然女人听不懂男人口中的建议 但他还是按照男人的提醒 喝下了一点自己的尿液 而看着男人吃起了老鼠身上的活躯 女人立刻表示了拒绝 之后男人继续开始工作 可水泥墙上只被他砸出了一个小坑 一旁的女人健壮忍不住低声唾气了起来 乐观的男人并没有斥责他的软弱 而是试着用虚弱的歌声鼓励他重新振奋 在男人的鼓励下 女人也擦掉眼泪唱起了歌 但这时男人却因尸神砸伤了自己的手指 女人健壮赶忙扯掉了自己的头巾 并撕下一条布为男人包扎了伤口 可就在两人齐心协力继续工作时 房间对面的闸门突然发生了旋转 从然希望的两人立刻冲了过去 但闸门很快就回归了原位 而经过多次试验 男人发现只要两人背对着闸门 闸门就会自动开启 于是男人故意让女人看向墙壁 然后带着女人一起慢慢推到了门口 果不其然在两人的密切配合下 闸门最终缓缓开启 而两人也一起推到了另一个房间 可让两人绝望的是 门外依旧是一个相似的房间 除了房间内的陈设不太一样 光秃秃的水泥墙 几乎和他们的房间一模一样 聪慧的女人立刻返回房间 为男人拿到了枣子 男人则缓缓地靠向了墓碑旁的大坑 在发现大坑内空无一人后 两人便继续背向闸门 希望以此让闸门自动开启 可无论他们如何测试 闸门始终纹丝不动 由于无路可去 两人只能继续从坑内的泥土下手 但对于已经完全脱离的男人来说 这样毫无希望的工作让他几经崩溃 女人也发现他因脱水开始发烧 此时 男人突然意识到了幕后主使的企图 那就是看着两人在绝望中自相残杀 而这个坟墓则是他们其中一人的最终归宿 虽然男人随即对女人露出了凶狠的眼神 但他却没有放弃作为人的最后一点良知 并向幕后主使表明了他会守住底线的决心 而由于男人已经瘫倒在了大坑里 他也几乎没有了任何力气 于是为了给予他活下去的力量 女人对男人又踢又打 但对于此时的男人来说 他已经放弃了所有希望 也不愿再继续努力支撑下去 无奈之下 女人只能用尽全力将他拖出了土坑 并将他慢慢拉到了坑边的水泥地上 在女人的关怀下 男人逐渐睡了过去 而女人此时也变得狂躁不安 他大声地质问上天 希望闸门的另一边有人能回应他 可在发泄了自己的情绪后 他依然没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眼看男人即将放弃活下去的信念 女人只能将脸上胃干的泪水喂给了男人 与此同时 他还慢慢退去了男人的衣物 而男人也意识到了他眼神中的寒意 在女人温柔地抚慰下 虚弱的男人渐渐醒来 虽然已经没有了力气 但他还是因为女人的举动产生了反应 并随即与女人一起放飞了自我 比语过后 两人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而当男人从熟睡中醒来时 他看到了蜷缩在身旁 毫无防备的女人 于是他随即挣扎着爬到了对面的房间 并扯掉棺材内的丝绒内衬 然后为女人盖上 可没过多久 虚弱的男人便再次昏倒在地 而在意识迷离之中 他竟然听到了铁门旋转的声音 于是他立刻叫醒了熟睡的女人 便按照之前的方法 背对着闸门推了过去 此时的男人已经虚弱到无法独立行走 而在女人的搀扶下 男人亮枪地到达了门边 可随着闸门开启 他们竟然看到了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象 闸门之外 激流飞铺 鸟语花香 一切都像天堂那样美好 而两人看着眼前的世外桃源 也终于露出了释然的微笑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赞评论 我们明天再见